我们的信息的主题就是证明耶稣为真神 和信而跟从耶稣的人是必定蒙福的 因为有很多人不肯定神是否真的 第二就是信耶稣到底是怎样 有很多人以为信耶稣是上教堂 其实信耶稣一部分是上教堂 但是很多人的心态就以为上教堂是很闷的 听到的 就没有想到是真的能够从神得力的 我这里简略给大家看到一些关于神的证据 就是科学的研究证明人死后灵魂不死 稍后会详细解释的 而有很多人去天堂也有很多人去地狱 以及圣经有很多预言 凤耶稣可以赶邪灵可以经历神 以及神是真的给人很多祝福的 这是我们里面的内容 首先就是大家可能在心里面说 到底你想不想开心呢 很多人都会说我想开心 不过总是开心不了 很多人也有忧闻 在这个世界 香港也有好像七分之一的人 有情绪问题 有很多是有不开心的 有各种烦恼的 神能够医治我们的内心 以及将喜乐赐给我们 神也叫我们能够封诚生命 真的整个生命是蒙福的 你又想不想有人爱你呢 很多人很想有人爱他 但是总是找不到 甚至有些人一世都找不到人很真实爱他 可能父母是最爱他的 但是在家庭也可能有伤害 以及父母的爱都有限度 而他在接触其他人的时候 发觉没有什么人爱他 而耶稣真的能够把爱带给我们 他的爱真的很真实 我自己曾经在1998年的时候 安卡罗布道家为我按手 是经历很真实的爱 之后我骑身土 也感受到神的能力 神的喜乐、能力、爱 是很真实的 所以我知道在天堂 我会经历 是现在经历的亿万倍 无限量的爱 还有信耶稣的另一样 在教会里的确是有相当多的 有爱心的人 虽然在教堂里面 不是每个人都有爱心 这是一个事实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被神改变 但是真的有很多是有爱心的人 在里面是可以得到很多帮助 得到爱 得到生命的提升 但是有些人说 不是的 我经历不了 因为他们只是希望 永远永远都是对方给他 但是当我们都能够参与的时候 是能够真的在过程中成长 和经历到神和人的爱 另一个问题就是 你想不想生命是蒙福呢 就是说整个生命是满有福气的 是每一方面都好的 无论是人制关系 家庭、事业、前途、健康 每一样东西都是蒙福的 其实神是想我们每一方面 整个人生都是蒙福的 人不能够控制前面的路 就是我们前面是怎样 我们控制不了的 但是神有奇妙计划 祂真的能够帮助我们 只要我们跟从神就可以了 另一个问题 现在很多的问题 都是向未信耶稣的人 或者信耶稣 而信仰不是很坚定的人 去问大家 这个问题很重要 你会关心这几十年你住在哪里 会关心 如果这间屋 刚刚的新闻说 有些石屎掉下来 掉下来 或者这间屋 忽然间那些石屎掉下来 你睡觉 整个石垂下来 或者是漏水 或者是厕所塞了 我相信大家很关心 整理一样又有另一样坏 整理一样又有另一样坏 我相信一定不想住在那里 或者是那间屋的旁边 是一个大火炉 比如是一个锤房 即是一些餐厅的锤房 那些凤墙都会发热 如果你天天住在那里 凤墙天天都会发热 我相信你都不喜欢住在那里 我们在世上都会关心 为什么永恒的住处 很多人不关心 我曾经跟很多人说 真的证明有永恒的 人死了不是结束 但是他们说 我不想这些东西 我只是想现在 你想想现在 你会想明天 明天你也会想明天是好的 你会想明天 你会想第二年 或者是几十年之后 或者自己退休之后 但是为什么死亡之后 人总是不想的呢 所以希望我们都会去思想 就是我们永远在哪里 是不是真的 人死如灯灭 如果人死如灯灭 根本我们不用信耶稣 没有这样的需要 你喜欢便相信 你喜欢 在世上开心点 是可以相信的 不过是永恒是没有价值的 而真的很多人经历到天堂和地狱 是真实的 在这里我都简单说出圣经的证据 让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的说话 第一就是圣经有很多准确的语言 我自己很详细研究 我有个文件列出很多圣经的语言 是很清楚的 你想得到一个文件 你上网看YouTube 找义牧师 然后在我的新的影片 比较新的这几年的影片 下面的文字 会讲到Google Drive的link 里面是有不同的文件 可以去那里下载的 其中都包括圣经的语言 第二是科学性的语言 第三是神可以经历的 是真实地可以经历 可以感受的 第四是奉耶稣明 可以讲到任何邪灵 我自己曾经和很多人讲邪灵 第五是很多人死后急救 救了之后能够准确形容周围发生的事 有见到天堂或地獄 证明灵魂永存 以及会去天堂地獄 所以这是一个 一方面我们经过信心 第二 全方针都很有用 我们跟很多人说到 你知不知道 真的很多科学家都在研究这件事 首先第一点 就是有大规模的科学研究 证明人有灵魂有天堂和地獄 是有大规模的 大规模的就是有几千万人有这个经历 当然他们的研究不能够真的去问几千万人 很多时候研究去问 他所接触的几千人 那些人死后的经历 都是证明人死后有共同的经历 都是灵魂会离开的 那我们信一个神 无论你信什么神也好 那你一定要清清楚这个神帮到你的 那如果神信了你 信了之后没有帮助的 那是没有益处的 而很重要的是 他能不能在我们死后帮我们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通常 宗教都一定有说到永恒 有些说到去极乐世界 去涅槃 如果是真的 如果他说的是真的 那他是可信的 但是问题是 到底是否可以证实 那是否真的死后 去到他所说的地方 有很多基督徒 网上有很多 在异象中看到耶稣 或者他短暂死或者临死的时候 看到天使耶稣或者天堂 证明耶稣是真神 而我也认识 有人 他们是不信耶稣 他临死 是常常有邪灵搞妖的 有些人曾经找我去帮一些人 就是临死 他们拜得很重要的 他们以为他们所信的是好的 他们今世 他们都常常睡觉鬼扎 或者有邪灵搞妖 到临死 更加很严重 其中有一个 一个道教的 即是见庙的人 他出了很多钱去见庙 但是他的媳妇是信耶稣的 他的媳妇就认识了我 其实大家也认识的 我不说名字 大家也认识这个人 他老爷临死的时候 整天见火 整天睡觉 整天有火在他周围 他就跟他的媳妇说 他媳妇就找我去跟他祈祷 祈祷 他真的有信耶稣 我只是告诉他 你看看你的经历 证明你所 首先我先说耶稣 耶稣多好多真 然后我先说 你信 但是你信这么久 结果你常常有点火 那时候你想是入火 还是充满爱的神 他居然信了耶稣 但是他的太太当时是很反抗 他信了耶稣 然后没有见到火 他的太太又很反抗 但是后来有病 基督徒又找我去跟他祈祷 他是我祈祷中的人 其中一个 我曾经有好几次去探访他 每一次问他 他都说你祈祷很舒服 他是信了耶稣 很真实信耶稣 这也是我很多不同的经历 证明神是很真实的 所以希望大家去思想去考虑 而圣经是有这个例子的 《猎王记》上17章21节 以利亚三次服在这个孩子身上 这个小孩死了 在那里圣经说到什么呢 有一个穷寡妇 没有了 就在那里执柴 他说你要煮一些面 给他和他儿子吃完 这一餐就没有了 以利亚说 你先让我吃了 吃了 然后神会供应你 他以后的面也没有少 还有油也没有少 每天都有 好了 他住在他屋的主人 不是这个寡妇 他的屋里有一个主人 那主人就让他住在那里 谁知道那个儿子死了 他说 我请你住在那里 令我儿子死了 以利亚就说 你把孩子带给我 接着他三次服在孩子身上 就说求告耶和华 耶和华我的神 求你使这个孩子的灵魂 仍然进入他的身体 这个说到 灵魂就是说出来了 进回去 以利亚英文以利亚所说 孩子的灵魂仍然进入他的身体 他就活了 即是说之前是离开了 现在进入他的身体 那他就活了 这里我们的图 就是灵魂之前 离开了那个儿子 然后灵魂再一次进入 那个儿子 而现在因为有急救 数目是很多 也有很多科技 很多方法可以帮助人 能够是死了之后 不过他们就不承认这件事 他就不是说死后翻生的 他就说 贫死 接近死 但其实有些很明显死了 直接是死了 直接是心跳停了 脑电波停了 并且有些死了几个小时 有些死了一天 两天 三天都有 然后救回 其实那些三天不是救回 三天那些是神叫他活过来的 而那些人的经历是 证明他真的死了之后 是仍然有知觉和知道发生的事 他们是大规模去研究 如何研究呢 其中一个就是这样的 是很出名的 BBC 即是英国广播公司 有一个影片 这个影片说到什么呢 是有一个女的歌星 她的脑子中间有一个楼 如果她的脑子要切除的时候 就要把她的脑子弄开 整个脑子弄开肯定是死了 那些血要混在机器上 因为那些血如果弄开 是全部都走出来 要走到机器上 然后脑子局部没有血了 一开开了 在很短时间之内 立刻和她做手术 然后立刻和她的血 然后让她可以活过来 居然能够救回来 还可以 并且作见证 这些研究人知道她一定会死的了 所以他们用了方法 如何呢 是当场有录音 还有塞着她的耳朵和眼睛 还有她在未曾动手术之前 已经叫她迷魂 在另一间房间 然后才带她进被手术 做手术的房间 她完全不知道手术的房间是如何 在另一间房间已经昏迷了 进来的房间 然后便动手术 动完手术真的要救她 她就说 因为英文说 用sore your head open 就是鞠开你的脑 这是英文的说法 但其实她们不是鞠的 那个女人说 你也不是鞠开我的脑 你是鞠开我的脑 有一个好像电牙刷的转机 还有一个盒子 里面有大小的鞠头 那你用不同的转机 和我鞠开我的脑 第一 第二 他们的录音 说回当时 有一个医生说 因为有两条大动物 要插管 通到心脏 在大腿这两边 他说这一边 那个大动物太小了 然后医生说 在另一边 试试另一边 这个女人听到 第一 第一 塞着耳朵 封着眼睛 已经昏迷了 然后 当她转开脑 根本她已经死了 但她居然会知道这件事 这是我曾经在网上看的影片 其实网上有很多类似的影片 是有千万人被急救之后 救了之后 说出灵魂曾经出来 以及清楚说死后曾经发生的事 其中一个例子 是这样的 他在屋顶上做了一句说话 那句说话是不合理的 我不太记得那句说话是什么 譬如我自己假设 作一句说话 譬如说 有个苹果很开心地吃了橙 苹果怎会吃橙 这是不合理的说话 那人醒了 他说 苹果很开心地吃了橙 那些人 为什么你会说这句说话 原来他灵魂出了屋 看到屋顶那句说话 他把很大的字幕在屋顶上 这里我以下说出很多在网上 你可以看到的研究 就是有大规模的研究 在左边 我把那本书的封面 用中文翻译了 这里说到最大规模的贫死经历 他们总是叫贫死的 就是好像快要死了 但其实是死了 不过他们为什么不叫死了 因为他们不想去承认 人死了之后灵魂会出来又回头 不过其实他的结论是真的证实 很搞笑的 但他的字眼始终用贫死 英文用near death experience 总是用这个字眼的 而且这一本书中间说得很特别 他说这个贫死经历 证明有灵魂有神 他会说到这些问题 在右上角色很出名 Moodie 他是写过几本书 他不是基督徒 但他其中也有说到死了 有些人去地狱 有些人是避免去地狱 为什么呢 他们是想说死了之后 让得好 但其实真的有很多人去地狱 但他们就不把那些记录 但Moodie是有记录的 Moodie有说到有些人去到一个很痛苦的地方 这里 右边看到 左边 我和你们看相反 左边看到他研究1801的事件 去天堂或地狱 也有其他的 左下角是香港 香港有一个人 他现在是一个社工之类 一个灵养院的工作的人 他也是有死过的经历 另外在左上角 就是有贫死的死亡 在美国和荷兰的医学博士研究 有不同的人 这里也看到 其实网上有很多 这些是中文 我读中文 第一页是英文 这些其他是中文 为什么呢 因为我现在是中文讲到 如果读英文是更多更多的 而这些其他 就是研究死后经历的灵魂传入 你发现我不用贫死 我只是在死后 因为他真的死了之后 灵魂的存在 这些人的研究 详细内容我不讲了 中间那一段 是《东方日报》 大家留意一下 最底部是新唐人电视台 都是中国人去研究的 这些其实是报告的 有大规模的研究死后的经历 很多人研究死后的经历 这些记录都是大规模的研究 这本书有长达五十年的死后经历 它不是叫死后 它是近死 死后的经历 临床的研究有五十年之久 所以这些贫死的经历 证明我们死了之后仍然存在 这个其实是科学界都会承认的一件事 虽然有些人是不承认的 他们尝试去解释 但其实是没办法解释到 为什么这么多人可以有这样的经历 在网上 你如果看YouTube 找到很多很多的 比如说有个人 其中有些例子 他死的时候 护士把他的假牙放在寂寞里面 然后急救 急救之后 那些人救了 然后他就说 你拿回那个假牙给我 在寂寞里面 我问你怎么知道是寂寞呢 他说我看到了 我的灵魂出来见得到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人的见证 和他们的生命很大改变 也有无神论者 是无神论的人 他们是本来完全不相信神的 其中有两个很鲜明的例子 有一个就是他这样说 很多人说死后很平安很舒服 他说死后完全不是这样的 而且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临死是没有无神论者的 为什么呢 到临死的时候 人们会害怕 是不是真的有神 因为无神论者 常常都说 没有神 但是他临死的时候 他就说 是不是真的有神 这个人是一个医生 他临死的时候 他思考这个问题 他说当时是非常恐怖的 但是他在那时候 他就求问耶稣 因为他听过耶稣 他求耶稣 然后耶稣就让他回来 另外一个 又是一个无神论者 后来又做了牧师 他如何呢 他去法国旅行的时候 他的肠肠发生了很大的问题 等医生等了很久 因为不是普通医生 他要找一个专科医生 而医生很久很久都未来得到 可能要很远路来 他就听到有人开门 或者不是开门 这个我记错 总而有个人在门口进来 就告诉他 你来吧 他就以为 现在去做手术了 他就起身 可以起身 其实他起不了身 他没有留意到 接着那个人就拉着他走走走走走 越走就越黑 而且越走就越多 有些鬼怪在搞他 在拉他 扯他 打他 他开始觉得不对路 他就想起他小时候 就唱过 主耶稣爱我 当然他就用英文唱 他就在唱 主耶稣爱我 他就在想耶稣 接着他就看到耶稣 把他拉出来 这个人是后来做了牧师的 其实有这些经历 是有很多人 这个其实对于 有些人来说 是一个传夫的好的开始 是可以让他看得到 真是有灵魂 真是有 我们灵魂死后会存在 而且是真是面对神的 既然你关心你这几十年住在哪里 你会关心你永远住在哪里 有些人 有些人真的说不关心 但有些人会说 是真的吗 是真还是假 是否骗人 那就去自己研究 去自己看 好了 也有很多人去天堂 那些信耶稣去天堂 我先说那个女的歌声 其实她是基督徒 她就看到那些死了的 她的亲人 然后有其他不同的例子 有右上角的男孩 我相信大家会记得 这个就是 《真的有天堂》 他有电影在香港播放过 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他在小孩的时候死过 他死了之后 他回来有一天 跟妈妈说 我的姐姐 他说 对啊 你有个姐姐 他说不是这个 还有另一个 他说我上天堂 他妈妈问她 你怎么知道有这个姐姐 她说我死了上天堂 看到这个姐姐 她还常常抱着我 很多次抱着我 她说我在妈妈的肚中 死了那个孩子 我现在大了 在天堂 第一个小孩不知道 不知道这件事 然后她知道 然后她又看到她太爷 但是她太爷是很年轻的 还告诉她 她太爷和她的父亲 她自己的父亲 如何去玩 她说回那些情景 她说太爷告诉我 她跟你去玩什么 然后她家人 就把照片拿出来 找到她太爷年轻 二十多岁的时候的照片 然后她就说 这个就是了 她会认得的 她从来没有见过 这些都是一些真实 说到她死后的经历 另外我认识了一个人 叫黄泉道 三白黄 大家上网YouTube 找叶牧师 其中一个播放清单 有很多播放清单 其中一个是黄泉道 黄泉道 黄泉道上天堂 很多次 她祈祷现在越来越 随时都上天堂 她告诉我 有三个事情 有三个家庭 是证明她真的上天堂 看到 听到 耶稣跟她说的事情 是可证实的 其中一个就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 临死的时候 她立即叫黄泉道 去医院为祈祷 但去到已经死了 她一祈祷 她已经看到 那个基督徒 死了 就站在那里 两边有两个天使 那个基督徒就跟她说 我现在很开心 你告诉我 我很开心 你不用为我哭 第二 她说 你告诉我女儿 我很满意你的婚姻 我特意 听完她说这些 我特意再一次 拍了这些影片 在网上 有这些影片 她说 你当然看到我 我爸爸 因为这句话 她跟我说 但她没有跟外人说 所以她能够知道这件事 后来她又上天堂 又看到这个人 当时死了 后来第二次 又上天堂 又看到她 看到她 有很多水果吃 她很喜欢吃自助餐 在世界上也是 很喜欢吃水果 但她有糖尿病 所以她不能够吃水果 在天堂 又能够吃 她开心得不得了 然后她就跟黄泉道说 她说 你给我一千年 我都不会 不信耶稣 不给我一千年 我都不会留在世上 她又说给女儿 她说 这句话 就是她经常说的 经常说 你给我一千年 我都不会做什么 你给我一千年 我都不会这样 这句口头禅 就是她在世上用的 在天堂也是这样说 另外一个人 她又在天堂 又看到她 她就跟她说 你不要误会你妈妈 就是黄泉道的妈妈 因为黄泉道的妈妈 是很少赞她的 她说 其实你妈妈 经常跟我们两夫妇赞你 经常说 你怎样聪明 但跟她没有说 然后她回来 就问那个太太 就是这个死了的人的太太 是不是有这件事 她说 是的 还有这个人死了 基督徒就跟黄泉道说 你回去告诉你太太 告诉我太太 记得多些祈祷 和多些侍奉神 也有说出一幕 说出一幕 就是在神的审判台前 说到这个基督徒 因为这个基督徒临死 就怀疑神 就埋怨神 在审判台前 有一个天平 天平一边是神的恩典 一边是他如何被神改变 然后呢 神的恩典很重 但他被神改变很少 天使说按照你所做的 你不可以住在这里 哇 她吓得不得了 但是 神就说 我的恩典够他用 他可以住在这里 因为他最后那几个月 他有很多埋怨神 影响了他和神的关系 但是神的恩典够他用 所以我们心中 千万不要有埋怨神的情况 因为这个是黄泉道 在天上见到的情景 他就见到叫名 有不同的人就上去审判台前 就去将他的生命显露出来 圣经说到审判 有很多人就以为审判就是 你有没有信耶稣 大家可能听过一个全呼音的方法 就是有个天使站在天堂门口 你可不可以上天堂 为什么可以让你上天堂 我信耶稣 你发觉审判的经文从来没有说到 你信耶稣的 大家留意马太福音二十五章 第二和第三个比喻 第二个比喻就是五千、二千、一千两元 是你有没有用 他不是说你有没有信 你有没有用 那一千两元卖藏在地上 他就是又恶又懒的仆人 他在哪里呢 他是进入外面黑暗里 在哀哭设耻 第三个比喻 绵羊山羊的比喻 那些信而祝福别人的人 就是绵羊 那些没有祝福别人的就是山羊 没有造在主的第一身上就是山羊 所以那个审判不是说 你有没有信 耶稣不是说 将人发在他面前 你有没有信 信他来右边 不信他去左边 没有这么说 是说到行善的复活得生 没有说到信耶稣的复活得生 虽然说信耶稣得救 但信耶稣一定有生命改变 这一点我们要很清楚 不是靠行为得救 永远行为不可以得救 是信靠耶稣的救恩 所以得救 但信耶稣 圣灵就住在心中了 会有改变的 如果毫无改变 证明他信心是死的 信心是死的人 是不得救的 所以我们要分清这件事情 知道审判的时候 不是说 我信耶稣 上天堂 他说不是 你信心有没有改变 有没有悔改离开罪 有没有亲近神 有没有爱神 若有人不爱主 这人可做可咒 有没有遵从神 很多人说 天父主下主下不能遵 刀进天国 唯独遵行天父子的才能进去 还有 有没有造在主的弟兄身上 才能进去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信耶稣 就一定 信从圣灵的感动 随着 信从肉体活着的 必从情欲收败坏 信从圣灵的 必从圣灵收永生的 这些都是说到 不同的人去天堂 你也可以上网看我这个王全道 他上天堂的经历 第三个就是 耶稣跟他说 他说你的太爷 他没有说太爷 你的祖先杀了很多人 他又很奇怪 回来问他妈 他妈说 你的太爷是汉奸 那时候有架枪 有时晚上走出去 去杀人 抢东西 或者去强奸 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所以他有很多问题 原来 神也会知道这些事 并且这些事情 叫王全道为他的家族 祷告 求主祝福他们的家族 联敏他的家族 然后这里就说到去地狱 也有不同的人去地狱的经历 在右边上网 你可以找到 我将他做了中文字幕 就是去地狱23分钟 有一个基督徒 神叫他去地狱23分钟 他痛苦到不得了 他回来的时候 他整个人好像失控 全人失控 害怕得很严重 因为在地狱里面 是极度极度的痛苦 这个影片大家上网去找 《二十三分钟》去地狱 而牧师 你便可以看到 他原来也有 你找英文有 《二十三分钟的灭》 是有原文英文的 你会看到 他形容地狱的情境 是非常真实的 所以真的有很多人去过地狱 所以真的有很多人去过地狱 第二点 我们知道真是有神 真是胜过一切的邪灵 就是真是有邪灵和奉耶稣名 可以说邪灵 世上有很多人以为 他们信的宗教会帮到他们 但其实他们很多时候被邪灵搅拗 如果大家上网找真情部落格 真情 真实的情感部落格 就是blog 就是台湾的电视台 他们有很多人的见证 其中包括道教 基童 不同的茅山师傅 那些人如何跟从这些二教的时候 他们如何被邪灵搅拗 其实他们并不平安 有佛教徒 道教徒 文弥 基童 基童即是那些 符基 不是 符基是另一样 基童是怎样的呢 他们一直叫那些师傅上身 上网也找到 他整个人都在 震摇摇下 很失控 之后整个人被邪灵沾染 然后那些人就很想他 医治他 很搞笑的 那些人想他医治他 和他 如何解决他的问题 觉得神明来到他身上 其实那些是邪灵 文米的那些人也是 文米的人其实也是邪灵的 茅山术 茅山术是大鬼 赶小鬼 其中有一个茅山术 在《珍城布洛格》 有个人说到他以前是茅山术师傅 他跟随着一个师傅学 那个师傅就跟他说 有些邪灵很厉害 你不搞定就要走 有一次有个人跟他说邪灵 说两分钟他马上跑出来 然后他跟师傅说 师傅你去搞定他 师傅进去两分钟后又跑出来 他说我都搞不定就走了 他说是要走 但是当时他听到 后来基督徒说到 哇 奉耶稣名这么简单 又不用仪式 又不用什么方法 就可以赶邪灵 他就很奇怪 后来他去了解之后 他就信耶稣 在网上有这些影片 如果大家想要 你可以找我的 那你上网 找YouTube找义牧师 你会看到我的电话 全世界都可以看到的 那些人呢 有些人玩蝶仙 首先 在右下角那里 有一个新闻 有28个女学生 在校内玩蝶仙 结果就集体昏迷和焦虑 宋远 其实香港也有时 有些学校也说到 有些学生玩蝶仙 首先就搞到有邪灵搞妖 证明这些宗教不是出自神 而是出自邪灵 而奉耶稣能够赶邪灵 就证明耶稣是神 即是什么邪灵都能赶到 但是从来没有任何宗教 可以赶耶稣的 譬如这样 他们说他们是神 我们一赶他就走 他说耶稣不是神 那你就试试说一下耶稣 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的 是没有人能赶到 并且 我也认识有人 他家里有问米 但问米 总是问也不靓 没有杂贵 那些赤灵没有杂贵 接着那个人就问 你家里是否有基督徒 他说是 在一个房子里 他说有基督徒我们做不到 其实他们也知道这件事 他们知道有基督徒在这里 他们做不到 那些神打也是 既然知道 那便应该相信耶稣 但是因为他们的利益 就是他们的宗教有利益 所以他们很难放弃 或者因为他的传统 或者他的思想就是 蒙蔽了 所以他总是不会去跟从 所以我们看到 原来真的有 耶稣胜过一切邪灵 所以我们知道 是真实有邪灵 其实我有很多影片 是讲邪灵的 这个是比较斯文的 让大家看看 有些没那么斯文 你看他的手硬了 他真的硬了 他很害怕 我的手硬了 全身都硬了 后来我奉耶稣 跟他说邪灵 我说你愿意把生命 献给耶稣 他愿意的时候 一愿意 立即送 他看到天上有天使拍掌 他很开心 在网上会看到这个影片 不是在我这个频道 你想看的话 你要告诉我 我告诉你 在哪里可以看到 我其他的影片 另一件事 就是神是可以经历的 有些宗教说可以经历 不过经历得来 又有很多恐慌 和很多不好的东西 有时有些义教说可以医病 不过医病 接着有另一个更大的问题 因为他们是邪灵帮助他的 但耶稣不是的 耶稣帮助人 是越来越平安 越来越兴散 这里是说出 神可以经历的地方 祂可以让我们平安 兴散 有爱 很多宗教不是经历爱的 他们经历害怕 经历惧 惧怕 惧妙 还有心灵医治 心灵的忧伤 心疼 情绪病 都可以得医治 还有可以赶轨医病 又有喜乐 又身体舒服 医治失眠 得着能力 各方面都有 在网上 YouTube找叶牧师 都有不同的人的见证 他们所经历的事情 另外 圣经的科学证据 这里大家看到这个《约百记》 26章7节 神将北极铺在空中 将大地原在虚空 古代的文化 都是说到 他们的经典说到地是平的 放平在地下 但是圣经说的是 懸吊虚空 以前的人说 根本觉得 有没有搞错 地怎么会在懸吊虚空 但我们现在科学知道 地真是在太空 所以这个在几千年之前 已经说了 证明圣经是神的启示才会知道 还有地球大圈不是一个平地 是一个大的圈 是一个球体 还有在《约百记》三十八章三十五节 很特别的经文 你能否发出闪电 叫他行去 使他对你说我们在者里 你能否发出闪电 例如我们现在手机 或者是电报 即是之前的电报 现在小人用 是吧 手机 发出信息 给人 就告诉他 我现在来到哪里了 很多时候 我们用手机都告诉他 我来到你楼下 来到你街角 你现在在哪里 这个说话很特别 因为 那时候第一 闪电 人们很害怕 但他说发出闪电 但我们现在知道 闪电和我们手机的电一样 不过当然强很多 因为当时没有家里的电 所以圣经不能说 你不能发出电 因为没有这东西存在 所以圣经就说 你不能发出闪电 就告诉别人 我们在这里 那真是 是很多人都有这句说话 真的会告诉别人 我们在这里了 还有圣经有很多准确的预言 预言耶稣降生 他的生平和钉十字架 预言世界不同国家发生的事 以及世界末日和之前发生的事 都是非常准确的 有些人有 有时也有预言 譬如 天气报告就说 明天下雨不下雨 不过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 是否他令到明天下雨 还是不下雨 当然不是 他只是预测 在世上 有时有些人会说出一些预言 因为魔鬼也有这个能力 但有一件事 他们的预言 从来没有关于全世界发生的事 是关乎整个世界和所有人类的 是唯有圣经说到这个世界的终结 最后的日子是怎么样 这个末日 以及这个世界不同国家发生的事 例如有听过 有刘伯温 是中国古代的一个人 他就说到 有些人说他怎么说出一些预言 他就说铁树开花 有些人就说铁树 就是代表这些灯胆 电灯胆 有铁树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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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树开花 这些是 可以是一种预测 或者是 不知道是什么 或者是灵界的力量 但是肯定跟全世界是无关的 就是跟全世界的历程是无关的 但是圣经是有这些预言的 在耶稣未来之前 一千年大卫预言他钉十字架 但是钉十字架当时还未存在 过了四百多年之后 才有钉十字架的存在 他怎么知道将来耶稣被钉十字架呢 以及他的衣服被人分了 全世界都没有衣服被人分了来判死刑 但是诗篇二十二篇就说出 钉十字架和衣服被人分了 就是圣经很清楚说到 耶稣将来会发生的事 所以耶稣未来 圣经已经说定 圣经有很多预言说定 他来 他是谁的后裔 他怎么行神迹 他怎么会死 但是他活到永远 很特别的 他是会死的 会被人钉死的 还有他会被人剪除 因为耶稣是会死来负罪的 然后他将永生赐给我们 他又复活之后 他又有永远的生命 所以传到永远 所以这些好像很矛盾 死了怎么会传到永远呢 但圣经预言这些事 似乎是矛盾 但真的是仍然的 另外在大耶书第九章二十六节 也说到 当基督这个受高者被剪除之后 就有黄的文来毁灭这个城和圣所 就是毁灭耶路撒冷 他们的首都 以色列的首都耶路撒冷 还有他们的圣所 就好像洪水充滑 有打仗 一直到底 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了 就是说到将来 耶稣来了 来了之后 这个是之前 已经在公园的时候 耶稣已经来了 然后被杀 之后耶路撒冷被毁灭 还有一直打仗 到底今天都是中东 经常都打仗的 或者现在是恐怖战争 这些都是圣经一早预言的 让我们看到 圣经说的话 是会关乎全世界 并且 其实以色列人 是不想他们的首都被毁灭的 他们很体重耶路撒冷 但 但以理也会预言这件事 如果按照普通人情来说 例如 任何一个人都不会说 我们的首都将毁灭了 以及打仗到底 不会有人这样说 但以理就这样说这个预言 既然神如此真 我们如何得到神的救恩和祝福 如何得到他各样的祝福 我们首先要明白 两件事关于神 第一他很慈爱 第二他很圣洁公义 很多人就不明白了 如果神如此爱 我们为什么这个世界 这么困难呢 因为人们不听耶稣说 他们没有信靠耶稣 没有跟从耶稣 所以这个世界越变越差 人们自私 想抢掠 欺骗 所以这个世界又打仗了 这么多问题 是因为人的自私 还有人的愤怒 人的罪 当人犯罪的时候 神是不能够来到他身上 是要惩罚他的 而且他也得不到神的祝福 所以这个世界越变越差 不是代表神不爱我们 是因为人的问题 还有人有罪 不可以来到神那里 有些人说 如果神这么爱 我们全体都去天堂 但因为神是圣洁公义的 所以他看到人的罪 他不能够 他受不了 我用一个比喻 如果你去过一些 去宣教 或者去一些地方 那些厕所 是怎样的呢 我试过告诉你 我去到厕所是怎样的呢 是要走好像地雷中间的一只脚 因为你一搭错 就把鞋踩到那些软弱的东西 哇 很难搞的 是要很小心 并且忍气 并且尽快快点出去 是很难受的 我想告诉你 神看到我们的罪也是这样的 神是不能忍受任何的罪 所以罪人不能去到他那里 是一定要赎罪 而神不能这样说 我赦免你的罪 因为神是公义的 一定要付出代价 就是耶稣为我们赎罪 但是耶稣赎罪 我们也要接受这个礼物 没有接受这个礼物 就不能得到赦罪 所以一定是信靠耶稣的人 才能够去到耶稣那里 并且信靠耶稣 是被耶稣改变的人 才能够去到耶稣那里 耶稣被挂在木头上 亲身担当我们的罪 就叫我们在罪上 死得以罪以上活 就有永生 并且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了医治 就是耶稣赎罪 所以我们才能得到永生 所以没有耶稣赎罪的人 是不能得到永生 有些人就以为 我真的听过有些人说 他死去天堂了 他觉得他也挺好的人 又没有犯法 又没有偷东西 又没有抢东西 又没有杀人放火 又没有被人捉过坐牢 但是人总是有很多自私 贪心 生怒人 伤害人 总是有很多的 这些都是要在神面前 接受审判 所以我们一定在神面前 求主赦免 才能够得到神的救恩 而神是很特别的 祂答应的事 你信靠就一定得到祂的祝福 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公义 一定赦免我们的罪 洗剩我们的赤的不宜 但是认罪不只是口头认 是有忧伤痛悔的心 神啊我犯罪得罪你 罪是很严重 你是很难 你受不了罪的 你没有忍受罪的 所以我一定要真心悔改 当我们真心悔改的时候 神一定射灭 就好像电灯 神是跟从他的律法 跟从他的规则 好像电灯会跟从电的规律 你一开灯 那灯不会说 我今天想想一下 我开不开灯给你 我今天没有心情 你没有灯的了 电灯不会这样的 你一按一定会开灯的 除非它坏了 神也一样 你一信靠祂 祂一定射灭的 祂没有选择 你一定认罪 真心悔改认罪 祂一定射灭的 这是必然的 所以我们不需要担心 只要真心认罪 神啊我真的求祢射灭 还有真心说 神啊我愿意靠祢改变 因为我知道罪是严重的 还有一个罪人 悔改天上都为祂欢喜 所以我们悔改的时候 我们深信神一定接纳 神一定祝福 因为天上都为我 为我欢喜 神将祂的独生子 给每一个信的人 很多人以为信 因为信了 你信不信有北角 有王国 我们大家都相信 但是信耶稣不是 信有北角有王国 是会真的信靠祂 我信靠真神 我信靠祂 是拯救我唯一的救主 所以我拔着耶稣 耶稣是很重要的 耶稣将永生赐给我 我捉住耶稣 这样的人就可以得到永生了 而信耶稣的人 就会尝在耶稣里面 就是这个果子 不是只信了耶稣 以后就跟耶稣没关系 他会跟着在耶稣里面 耶稣就尝在他里面 他就多结果子 就是说神就欢喜了 神住在他里面 他就会生命改变了 整个生命会改变 所以这个就是 神住在人心中的好处 他就会多结果子 他生命就会有喜乐 平安 有力量 整个人生命改变 但如果人不是尝在耶稣里面 就丢在外面 枯干 人拾起来 轰在火里 烧了 所以如果没有跟耶稣的关系 就不能够保持跟神的关系 所以我们信耶稣之后 继续亲近祂 而信耶稣之后 神的祝福 医好伤心的人 挺忧伤的 你依靠耶稣 这个是需要方法的 你可以上网找心灵医治 忧伤、忧伤、异牧师 情绪、异牧师 你找到 可以解释给你听 因为这个需要时间解释 基本上就是建立跟神的关系 和处理垃圾 不要被人的说话影响 不要被自己负面的意念影响 而是多些 食神的恩典 多些神的爱 多些 深信神的恩典 人就能够得到祝福 而当我们爱神 神为我们预备 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看见 人生未曾想到的恩典 即是说 神会给我们很多恩典 当我们爱神 信靠神的时候 我自己真是生命 看到很多恩典 我们也看到周围爱主的人 他的生命真是很蒙福 所以信耶稣不单止是 不是单止是回教堂听导 听导 其实有很多人的观念 就以为 很沉悶 睡觉了 但是当你知道耶稣多好 你会很因为耶稣而兴奋 所以我自己说到 我很兴奋 因为耶稣真的很好 我是很喜欢耶稣 不像只是说一些道理 我是真的很喜欢耶稣 耶稣真的天天跟我一起 是很好的 所以希望大家都会 真的信靠耶稣 好了 这里有个信耶稣的祈祷 就是说我们真信耶稣 我们真心求耶稣赦免我们 耶稣真的会救我们 在这里我用这个祈祷 不过因为这里写的是文字的字眼 那我就将它语体化 那我就说一句 你跟我说一句 在网上的人看到这个影片 也都可以跟着祈祷 一起可以 闭上眼睛 可以站起身 站起身去祈祷 那我说一句 你说一句 亲爱的天父 我感谢赞美你 你创造了我 你由猜献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 为我的罪写在十字架上 承担我一切罪的刑罚 承担我一切罪的刑罚 由猜献圣灵感动我 我深知我犯罪得罪了你 我真心为我的罪痛悔 我曾经说大话 骂人 得罪人 不饶恕人 说闲话 贪心 自私 也都没有真心敬拜神 没有真心遵从神 求你赦免我的罪 拯救我的灵魂 将永生赐给我 我愿意亲近你 爱你 遵从你 是侍奉你 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当我们真心地祈祷 神真的赦免我们真心认罪 有一个短点的 短点的祈祷 再一次 再一次祈祷 亲爱天父 我感谢耶稣 为我的罪写在十字架上 求你赦免我的罪 我没有真心敬拜和遵从你 求你拯救我的灵魂 将永生赐给我 我愿意亲近你 爱你 遵从你 侍奉你 感谢天父 赞免天父 我爱耶稣 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 如果我再简单说 就是什么呢 天父 求你赦免我的罪 救我的灵魂 有很多证据 让我们知道 我们信耶稣并不是很清楚 就是信一些虚浮的东西 是真的很真实 真的留下很多证据 让我们知道 人是真的有灵魂 死后去天堂或地狱 并且科学家都去研究的时候 发觉原来真的 我们需要面对永恒 不只是唯物主义 好像死后什么都没有 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有灵魂 有永生 有神 也有邪灵 我们需要离开魔鬼 离开假的宗教 信靠真神 求主祝福我们 听从你 信靠你 得着耶稣的救恩 悔改认罪 耶稣一定赦免我们的罪 多谢天父 赞免天父 求主祝福我们的生命 祝福我们 帮我们处理生命中 每一样的问题 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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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怪 阿门 阿�нд 阿拉 阿门 阿阹 阿门 阿 CAL 阿 seid 阿閨 阿 цен 阿rån 阿南 阿尔 阿分 阿啤 阿 阿獨 阿 阿嘴 阿 阿盃 阿咳 阿辣 阿Hu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